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今天的节目现场播出 国会扩权法案一如预期 在蓝白多数的情况下 今天下午强行三读通过 未来官员如果反质询 拒绝提供资料 藐视国会可以罚20万 那民间团体或是民众呢 不提供资料罚10万 虚伪陈述罚20万 还有总统呢 要到立法院急问急答 大家应该想象不到 台湾这么民主的时期 却定出明显违宪侵害人权的法案 赋予立委大于法官的权利 那今天晚上立法院外 再度集结大批的民众 现在中山南路已经封起来了 那民众呢越积越多 现在他们要发起528的青鸟行动 而且是全台15线市同步响应 许多民众10年前参与太阳花 现在更有经济能力的提供便当 咖啡饮料等等 让参与的年轻人有力气抗争 今天我们来自现场的及时连线 还有许多创意发响声援青鸟行动 继聪施表之后出现了父王父 另外还包括政大台大东吴城大等百位的法律学者 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法案程序瑕疵内容违宪 要求国会无法要退回委员会充分讨论 不过下午已经被蓝白三读通过了 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反制恶法 要怎么视线 避免官员以及民间团体民众受害 不过蓝白反驳民进党在怕什么 黄国昌说场外的群众民间团体还有年轻人 都是被民进党迷惑了 说绿营散播假讯息误导学生 但是通过的法条写在那里 没有经过讨论就三读通过 谁在说谎造谣呢 小草没有辨识能力吗 这次青鸟行动出现了小草忏悔区 回头草报道处 所以这三百万的年轻选票 有多少跟民众党说拜拜呢 那他们会转支持哪一党 蓝白强行通过扩权恶法 会不会得不偿失呢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我们都有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 在国会扩权恶法三读通过之后 立法院外的罪行情况 历经了立法院四次的院会 今天下午五点 立法院是强行通过了 立法院职权的行使法的部分修正草案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民众来到济南路这边 就是要来抗议立法院里面的强度官山的行为 那么稍早也由立法院院长韩国语言来强行 就是敲锥通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越晚是越多人 因为有非常多的民众是下班下课之后 赶来现场要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民众是举着看板 像是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以及还有新住民是拿着不同的这个语言 是来到了现场 还有人是举着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等 因为立法院是继续审议 像是国民党还有民众党是强势的推动国会改革法案 不过这类的法案包括了这个藐视国会罪 也引起了民众担心国会滥权等等的争议 小早立法院也三读通过职权行使法 公民团体也针对这个程序不正义 而且实质违宪的法案 宣布了一系列的回应行动 要来要求行政院来提出复议 也让立法院有重新检讨议决的空间 而且他们试读把这个写着公民捍卫民主 还有重启社会对话的大球 给滚进立法院 也就是象征人民的声音要来传进立法院 上市济南路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好 今天的节目现场播出 我们会持续带您掌握立法院外的一个情况 同时在立法院内 在今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这个国会扩权无法 还会有这个入刑法的部分 稍后也会带您持续掌握 在这个台湾民主最黑暗的时刻 蓝白假借国会改革之名 其实是扩权 不仅违宪又侵害人权 那现在呢 三独通过了 所以官员跟人民团体都会遭殃吗 来请说易先生兄兄兄 现在大家要戳在等了吗 没有错 因为定义不清楚 比如说 李前辉你有事 我叫你来 因为你没事 我没叫你来 你有什么叫你有官的 这个立法院说多数 对 多数冠定说 我要启动这个调查 大政辉你有官的 就要叫你来 你来 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立法院决定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会遇到 遇到说你如果不来 不来他现在整个月 我们不来就给你发钱 而且要连续罚 他当然对官员 对官员是什么 虚伪陈述 他可以跟你抓去关 可是一般的民众 或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法人 他跟你要资料 你不给 不给给你罚钱 你不来来 也给你罚钱 那这个接下来就无限上纲 所以开始有可能就做政治报复 或做商业上的 商业上的报复 就说我现在我进公司 去参加一个表案 没表到 没表到我来找一个立法委员 说我跟你说 那个案有问题 这个立法委员就说 始动调查 指定某一个公司 说来来你们把你们过去三年 什么补水资料 你们什么资料 都够够来 不够够够 给你多少钱 就是说 你去公司的问说 叫我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把我抓 为立法委 决定说你有关系 你就是有关系 所以接下来这种会无止境 对 整个台湾不就心风邪雨 大家都可能有关系 就去找立法医 如果去得罪立法医 但这不吵不完 反过来 你看委员也有 希望你有关系 比方是我找到你都不要插网 我都不要插网 我现在跟你说 你有关系 叫你来问一下 叫你钓子了来 你就会说 不要啦 这个 你叫我去 怎么可以卖去 他说不要去 我就感觉你有关系 你怎么可以卖来 我说没有啦 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也许搞一搞 搞一搞之后 这个立委说 我听了我清楚了 你真的没有关系 那谁决定 都是立委在决定 那你说立委的多数决定 立委的多数就是蓝白 蓝白的组合就是多数 所以接下来 台湾人就回到这儿 现在立法医院 变成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有可能家院报复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整个 成立调查委员会 成立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按照立法院现在的政党比例 来组成 至于要传唤的这些对象 要找来 不管你是证人 你什么位 叫你来 可不可以请律师 也是立法医决定 主席都决定 就是立法医里面 那个府政召集这个会 那个人决定 对 按照现在的组成 各个委会的组成 的那个主席是谁 都蓝白 也是都蓝白 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 我刚才说的 这些事情 违宪又侵害人权嘛 我今天说的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是定义 大家说 国民都说 没有啦 没这么严重啦 我们电视上都在乱说 那就要出来解释啊 对 出来这个解释过程 不就是讨论吗 对 不就在委员会里头 要把这事情讨论清楚 大家定义清楚 那文字不是都通过了 都通过了 都通过了 都已经通过了嘛 现在都没有 对不对 人民或团体什么的 发言 通通都进去了 对 因为都三如通过 三如通过还发现 前后文字不一样 有前一件的文字写档案 对 后面的写物件 对 国民都说 那三图可不可以把那物件 改成档案 嗯 三图怎么可以改文字 三图只能改错字 不可以改文字 所以今天在三图的过程当中 也是明显违法通过 今天在三图的时候 国民都提案说 其中有一条 有文字错误 他想要改 可是他不是改错字 他是改了 诶 各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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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物件叫档案 有同样的东西吗 不同啊 不同嘛 对 他就是头子都叫档案 走那个所在乎 这个物件 他就是乱钞的时候 没聴会钞 一条一条都要乱钞乱钙 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这立法太粗糙了吧 这个立法粗糙 所以接下来 这个行政部门 包括这个行政仪 可能就会采取下一步 不管是护议 还是要这个视线的动作 就会启动 那今天在场外的部分 易孙雁兄 怎么观察 现在今天晚上 这些群众 发起的轻鸟行动 现在最新的情况 刚刚我们也透过连线 人是越来越多 这些人的诉求 未来可能要 是不是期待 包括行政院 包括民进党 可能要做出 下一步的什么行动 今天在场上 当然主办单位 他们他有一个 共同的声明 共同声明 就是说 希望 他们希望 行政院 可以提护议 然后拉长 这个时间 然后希望 他们这团队 希望建一下 韩国瑜 跟韩国瑜说 那这段期间 是不是 你欢迎再讨论 讨论一次 不要说 高兴 如果有人 护议 是怎么 他又强行通过 至少让这个讨论 能够出现 韩国瑜 有可能建这些团体 韩国瑜 还没说 因为这些团体 有他们的诉求 那现场的这一些群众 当然是听这几个团体的共同声明 跟共同决定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那这个公民团体 这些群众 大家共同的决定 是一个决定 那对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来说 很简单 就是视线 是 因为立法院党团 他自己是厉害关系人 因为他自己立委 所以他已经 之前就已经宣布 这个案子只要通过 就会提视线 所以这个 现场的公民团体 包括这些群众的决定 那这是一个决定 这个叫全部尊重 公民的自主 那他们现在也希望 跟韩国瑜能够有相关的对话 OK 好 因为这个国会扩权 今天三组通过 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来讲 真的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这些这个 在场外的这个 抗议的民众 不说今天过后都没事了 因为之后 还有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 包括视线 包括视线 包括提出复议等等 只是说 现在的法条通过 感觉上控制人民的威吓意味 非常的浓厚 这个博伟怎么样看 因为这个对立委 我们看到 这整个对立委 几乎是毫无制衡约束力 但是翁晓林 这个也算是 法律的学者 他竟然说 今天是台湾民主 胜利的一天 干部到底是谁胜利 还是只有蓝白胜利 没有啦 哪有胜利 他有胜利 没有实质的胜利 想不想我要先感谢今天整天 我和律德哥在运动的现场 我来到民主的时候 让我做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一楼的经历 送我两个跟巧克力 整天没吃东西 很感动 很感动 这是第四场 那这一场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从头说起 我记得刚选完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焦虑 很多人就在讲说 蓝白实质过半 民众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次大家觉得怪怪的时候 是选院长的时候 怎么都不谈 怎么放话说要拜会 游锡坤有没有去拜会 去了嘛 结果后来又自提人选 后来又不提人选 后来不投票保送韩国瑜 那个是第一次 大家觉得民众党怪怪的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民众党的组成有两种 一种是少数极端派 国昌老师是神 国昌老师是圣人 国昌老师是友红台帝 然后所有的人就抱着 国昌老师在那边跑 那另外一群多数呢 投给民众党的人是相信 是相信什么 三党不过半 会在每一个不同的议题 对台湾做出不同的选项 有的投民进党 有的投国民党嘛 今天这场运动 坐实了黄国昌就是小丑 黄国昌就是国民党的 这个小弟 黄国昌言必称国民党 言必听这个傅坤起 那因为这样子呢 当初投给民众党的多数 我跟你讲 出现很多 很多人啊 这个叫回头草啊 都出现在今天的现场 在这四场运动里面 他们陆陆续续的加入这个阵营 他说我以为 我本来以为民进党可能 还有加强的空间 所以我投给一个第三势力 让他在特定议题做配合 那你看黄国昌是不是在干这件事情 是嘛 黄国昌用民进党的提案 来对付民进党 但是他不说 为什么当初没做理由 接下来也是 不管他要提什么 废考签啊什么东西 当初的劳基法 黄国昌就是一个很懒惰 不写法案 然后一天到晚 拿民进党的法案 对付民进党的人 这个就是从一开始 我们就知道他的套路 只是这场运动最重要就是 黄国昌的小人性格 当初没有被全台湾知道 你看他的直播 怎么可能我自己直播 会讲自己坏话 不可能嘛 所以大家看他直播就 姓林 黄国昌这种 看着专家专台湾 要找这种很少 看久了从谁那里 你今天在现场 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现在的想法完全改观 真的今天 这个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法会 叫做黄国昌冤亲债主大会 冤亲债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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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债主大会 未来不可能打好他 这一群人就在那边 你几乎每个讲者上去 没骂黄国昌的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欺骗嘛 你以为他提比民进党更进步的法案 他应该要 他的盟友应该是选择进步派的路线 这个花冬我记得好像书院长还更久的时候 从宜兰要盖高速公路去花莲 反对的是谁 还是国民党啊 你支持民进党的法案 结果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最后我要讲 那个委屈不是为了过去 不是为了十年前养出黄国昌 不是我这十年过得不好 我们这十年过得很好 我们这次站出来是为了台湾未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后悔 也不需要难过 我当初不应该参加太阳化运动 导致黄国昌变大尾 没有 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的 我们这次站出来 至少让全台湾知道 黄国昌是小人 我们知道立法院是需要继续被关注的 是的确 瑞克你今天有到现场对不对 现场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心声如何 是不是终于发现真相大白了 当初是被骗了 那同时呢 今天这个青鸟活动 不光是只有台北 全台十五县市都在串联吗 没错 今天是台湾国会呢 最黑箱最恥辱可耻的一天 那么今天是台湾的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呢 联手藐视台湾人民的一天 那当然了 刚刚一川兄已经解释了 他三读通过了以后会怎样会怎样 但我相信民进党也会用 包括冻结 先冻结半年 然后呢 经过大法官会议事件等等 因为明显里面的法条几乎都违宪 所以呢 这个法条没有意外的话呢 事实上通过也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违宪 很简单 他就是违宪 他侵犯到司法权 侵犯到监察权 侵犯到行政权 他侵犯到2350万台湾人民的权利 甚至于你公厅会来 或不来给你划10万 连续划到你请假荡产了以后呢 他们竟然讲说 其实影响人民的地方非常有限 你不可以影响人民 就不可以影响他人民啊 你不要讲 我跟你讲 他用不是你用国会的 你只是代议士啊 你只是立法委员 区域委跟那个部分区域委 是人民帮你选出来 不是我选出来的 以后你就可以载制 我的所有的人身自由啊 你不要 但你不要以为 用民主方式选出来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 我问你希特勒 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希特勒也是人民选出来的 普丁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普丁也是人民选出来的 但他载制俄罗斯 载制整个德国啊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台湾国会议员 很不幸的 那么本来 没有人想到 他们敢这样做 最可恶的是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 其实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是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大洞 被沪昆吉一个人 推着跟这个 等于黄国昌 屁股后面走 通过了这个黄国昌 所谓 我只有两年立委可以当 所以我要赶快让他过 然后就让黑箱过 你听过三毒错误 三毒错误的 然后把你拿回来说 不好意思 刚刚三毒错误 我要改掉 可以这样干吗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吗 不可以他就这样干了嘛 所以当他这样干的时候 人家说革命就有义务 什么意思 台湾老百姓你要知道 结果你被骗了嘛 你被骗了嘛 你被这个柯文哲 他的民众党 369万票 你投给他们的 结果柯文哲今天还赶快 挂中的买 为什么 他开始在切割 国民党跟黄国昌 你可以发现 他开始站出来讲 好像是他的功劳一样 过去十年的努力 什么有的 没有的国会改革 这样说的一大堆 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错 因为这跟柯文哲 本来所提出的国会改革 全部背套而驰 因为他限制的是人民 然后呢 他要载制的是 我们的人身自由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我看啊 我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啊 那么在现场观察的结果 我跟你讲 十万个里面有八万个 是冲着黄国昌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 黄国昌即将一个人 劣解三个党 时代力量 民众党跟国民党 然后呢 你民众党即将变成泡沫 没人大家去看看 我们还等着看2026 马上就知道 但问题就在于 他会让我们台湾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 弄得乱七八糟 国会成了社会最大的乱源 是的确 不过国会的扩权法案 三途通过之后了 那到底现在 到底要如何反制 如何的避免官员 还有民间团体 可能会受害 那之后包括绿营 包括行政员 包括民进党团 会有哪些反制措施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蓝白的国会扩权法案 今天三读通过 他们的背后阴谋 是不是被发现呢 雷玉专军 大家都很好奇嘛 为什么急得通过 然后呢 真正跟民生有关的 相关法案 没人理 那今天还包括 再生医疗法 这个蓝绿之间 看起来是为了 这件事情来打架 徐晓晶 邱怡营等等 那所以呢 到底是谁比较重视 这个民生法案 还是说呢 蓝白 徐晓晶故意要打架 然后让这个所谓的 这个焦点 故意被模糊了 他不但是故意打架 他还穿白色的 国民党全部都穿蓝色的背心 他穿白的 为什么 这样才看得出他 因为他块头小 个头小 很容易被人家挡住 所以他必须要穿白色的 表示很显眼 所以这么个人秀 你问他说 这在吵什么法案 这在讨论什么法案 他哪知道啊 他带了棉被去睡觉 对不对 一边睡觉 一边来投票 这是什么 睡梦罗汉权吗 对不对 一边睡觉 一边举手 所以我说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民主社会 就是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 人民赋予政府权利 政府用他的连能来执政 这是福国利民 可些不是啊 现在通过了 这个立法院的扩权法以后 变什么 立法院没收了人民的权 我把你没收了 全在我这里 谁叫你要投我 现在全在我手上 我叫你来 你就要来 所以说不会啦 没有那么 那是针对政府官员 其实不是哦 其实真的不是哦 因为人民团体都列在里头啦 他不只修立法院 这个执权法 他还修刑法 对 还新增了一条刑法 藐视国会罪哦 所以大家说 罚20万对不对 很多人说 罚20万 那是罚还 那是行政法 不是 刑法里面是罚金 是罚金 或者是要 要关一年的 那哪是 那哪是一般的行政法 那是刑法 那刑法对谁 刑法对谁 所有人适用 所以 很多人说 不会啦 你们不要那么紧张 是那个民进党 还有一些不了解的人 在那个地方抹黑 你自己看看 你们公布的法案 对 大家去看条文就知道了 对条文清楚 这刑法呢 政令藐视国会罪 是 这刑法 这变法律了 对 那什么叫藐视 吴宗献不是面对了 这个中外记者会的时候 那他藐视定义怎么样 他说通过再告诉你 来你现在讲 吓死人了 通过再告诉你 对对 你现在告诉我 什么叫藐视国会 空白支票 对那现在已经通过了嘛 那记者说 请问什么叫藐视国会罪 你现在做的正在藐视国会 那怎么办 对 那文志玉啊 言论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自由了 全部都被限缩了 所以我讲嘛 人民的权被没收了 对 而政府呢 又无能 这个政府是谁 立法院 对 这些立法委员 完全没有立法的功能 只会不断的让人民感到紧张 离谱至极的扩权法案 休息会马上回来 国会扩权恶法三读通过 等于是呢 人民选出立委 现在立委回过头来 立一个法来罚人民 来 于将军 之后会出现什么样荒谬的情景呢 这立法院是民意机关 民意机关 把行政单位的权力给抢过来了 然后由我民意机关 来把你们找回来做调查 调查完都不行 然后由行政院来罚 再把钱再交给民意机关 是这样吗 这不变太上皇单位了 我都想说那个钱 到时候要入哪个账户 那个要怎么编 我都不知道怎么编 入立法院的账户吗 我都不知道立法院怎么编 立法院有行政裁量权吗 这没有嘛 所以我才讲 执政不了 就把自己编个法让他执政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政府无能 他现在行政院要 行政院的有行政权 他现在立法院把行政权抢过来 你不准做 你太无能了 我立法院来做 立法院长兼行政院长吗 对不对 这个在野党最大党团的总召 这个是兼什么 兼副院长吗 这乱了嘛 完全乱了 这叫立法政变 立法政变 就是我拿不到政权 我就立法院直接夺权 是这样吗 这个法不就是太上皇法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 让人家觉得很奇怪的是 这已经两个礼拜了 三次人民集结上街头 我这么多年来 台湾推动民主 都是对执政党抗议 执政党不管你做什么修法 是执政党送进立法院 要去修订的 现在这次不是 这次居然 是针对蓝白在野 在野党 应该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为什么跟人民站在一起 在野党监督政府 做得不好 跟人民站在同一阵线 你四年后才能重返执政吗 不是 你在野党是跟人民站在对立面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 怎么会有个在野党 在校外面抗议的人民说 你们这些人 被骗了 你们无知啊 我们才是对的 如果你是对的 为什么人民跟你对立 我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 宇将军今天这个现场 就是有人 十年前参与太阳花 十年之后没有想到 他又再度参与了 为了黄国昌而第一次上街头 这次十年后 又为了黄国昌回到街头 而黄国昌呢 毫不在乎 黄国昌现在已经进入了虚拟世界 他不再真实的跟人们接触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一起接触聊天 聊得很开心 一起讨论国家的事情 一起讨论政策的事情 黄国昌不跟真人聊天 他的所有的聊天要透过手机 他要透过手机聊天 他在网路上 对对对 虚拟 他的虚拟实境 他觉得他的世界是在手机里面 他的票在手机里面 他的政策在手机里面 他不跟人沟通 他跟虚拟的网民沟通 他跟虚拟的这个跳动的浮动数据来沟通 所以你看黄国昌不看人 他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90%的时间他看手机 他都在看手机 所以立法院上这么多的群众 对对对 立法院外面上万的群众他不理 那那个不是民意 我的民意在哪里 一个手机全部抓住在这里面 你这是什么立法委员 没有错了 黄国昌是没有民意基础投出来的立法 他不分区嘛 而且我一直在强调 黄国昌为什么这么急 他的立法委员的这个赏位期 只有一半 只有二分之一 他自己讲 他说因为我只有两年 我时间不多啊 所以我必须要配合国民党 国民党才可以 让我这个什么吹哨泽法案过关 那请问你的吹哨泽法案什么时候推啊 你还不全部在护航国民党的法案 现在不只 不只黄国昌贴在国民党的身上 克文哲自己也贴了 克文哲在台中不是跟卢秀燕和同框吗 两个人一起 哎呀我们两个 这个都是同一个党 一起结合在一起 所以上行下效 克文哲正在做 一步一步变成国民党 而下面的黄国昌 还有其他的包含林国成等等 极尽之所能 好好克文哲的这个 所谓的心力 全部都贴向国民党 所以民众党你已经不是白色的啦 你根本就是蓝色的啦 小蓝 你就是蓝色 不是小蓝就是蓝 就是蓝色 他比蓝还要蓝 为什么你知道国民党在前面 互法案他们在后面锁门 在后面直播 在后面拍桌子 在后面吃炸鸡 他不是蓝的太上皇吗 他比蓝还要蓝 所以我才讲 为什么外面的很多人讲说 黄国昌是由黄 然后呢变成白 变成蓝 最后他嘴巴是红的 对所以黄国昌 你已经被人家看破了 你在急什么 你到底在急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些人 被国台办点名 我们不会害怕 现在黄国昌说 你不怕是不是 下个该我黄国昌 点你们的名了 你们国台办 治不了你 我们藐视国会法 来治你们 就会把民众call来 对 卑来不可 把这些跟他们唱反调 针对他们的意见 做非常深入的批判的人 国台办说 我就是要点名这几个人 黄国昌就说 好你们治不了 我们来 我们用藐视国会法 说句实话 我们真的不怕国台办 也不怕共产党 我们还是尊重台湾的法律 可是你改成这样子 我们该怎么办 对蓝白急着通过 这样的扩权法案 那问题是一般人民的需求 有放在心里吗 还是完全抛诸脑后呢 这个再生医疗双法 就是遭到蓝白的拖延审查 今天洪梦凯不是讲吗 五一七有重要的国会司法通过 所以再生医疗双法会缓一缓 放到后面去 没那么急 自己承证了 民生法案完全不重视 洪梦凯的说法变来变去 他说先通过医疗双法 可是他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 他说是因为民进党 给人家党的这个再生医疗双法 说民进党党 对啊 他说民进党赶快让他过啊 是民进党因为杯葛了这些意识 才让这个法的通过那么慢 那照道理来说 理化医疗双法是这样嘛 包括我们社区开 这个租大会也是一样嘛 没有争议的先练一练嘛 有争议的放到最后来 大家来讨论嘛 来表决嘛 没办法处理就下次再改嘛 就这样嘛 那再生医疗双法有争议吗 没有争议啊 对啊 大家都想要通过 因为现在国民党也跳出来抢功劳啊 大家都要抢啊 后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村里长 什么议员助理的那个待遇嘛 将军那个议员助理的待遇嘛 对 他说那个也是因为民进党党啊 没有 本来你这两个把他放在这个 这几天讨论的这些案子的最前面 对啊 这先过嘛 那就过了嘛 对 先过啊 有争议的这摆后面嘛 对啊 没有错吧 他比如说今天还会在 处理的是那个什么 院长副院长的 互选的那个办法嘛 现在大家也都支持要记民嘛 那个也没有争议啊 那个也应该放到前面啊 可是这一次是把 最有争议的摆前面 那没争议的摆后面 如果今天来不及处理到这个 再生医疗双法 然后就又怪民进党 这个逻辑很奇怪 对 这个逻辑很怪 所以我们看这个画面上面说 洪文凯说没有那么几个不对啊 他今天早上开直播的时候 他就说 就是因为民进党民进党改啊 民进党党啊 奇怪呢 大家都不要去炒心把这个弄过去 有这么困难吗 可是这样也是 所以之前在说谎造谣吗 又把都推给民进党 因为再生医疗双法跟那个村里长的这几天相关的厉害关系人 因为这些癌症有关系 这些厉害关系包括这些病友啦 这些新药的这种费用什么什么 在这个里头都会通过嘛 这些人当然也会给国民党压力嘛 那国民党现在说都买民进党 民进党只要这两星期都买完结啊 民进党都教我们的版本过 这带就过了 有人这样说的吗 有人这样说的事吗 然后现在如果这 今天晚上又通过了 他就说你看我们国民党 还是把这个案子给通过了 虽然民进党杯葛 不是哦 这个案的主审的这个招委是 彰化了黄秀坊 民进党彰化黄秀坊嘛 一心料上这边里面要处理嘛 而且这个案子没有任何争议 所以现在就看得出来说 国民党搞了这些事情之后 现在对于这种 再生医疗算法又要跳出来抢功劳 这就是国民党的课程 是 博文你要补充 五月十四号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五月十四号是程序委员会 民进党跟国民党 各提两个程序的提案 国民党简列十一案 然后民进党呢 除了自己的八案跟国民党病案 另外还有把这个民众党的五案放进来 所以是十三案 然后呢 这个民众党的有一个叫林国成 当天在发言台说 你就叫八个委员十个二十个来同样 我都否决我都反对啦 所以他们跑去支持洪梦凯的提案 洪梦凯的锦列十一案的时候 他把民众党的五案 其中一案叫做再生医疗法的 这个审查拿掉了 也就是说那一天林国成为了反民进党 为反而反把再生医疗法本来可以更早进来的机会 直接投掉了 他投完之后还当作 投完之后还一点莫名其妙跑去问洪梦凯说 我们不是提五案刚好并列 洪梦凯就说我们今天并列四案而已就走了 就是国民党在党再生医疗法 现在你看到的后面这一些除了演戏抄袭 最后就是要居功劳 这个很简单跟大家说明 所以民众党根本不会投票 自己党还要怪别人 只是说现在民众是不是都了解这些状况 今天立法院外的最新的情况 来 洁明哥 我们看到现场刚刚我们画面看到 弄很多的气球 所以这背后是不是也看出中国干政的可能 不然那个大记者要 要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是不是要把台湾弄得一团混乱 事实上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讯息显示 中国认为是总统既然没有办法选上的话 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透过立法院来颠覆台湾 造成彼此的对立 因为现在立法权主要是在在野党 那现在从刚刚博委也被谈到 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 这已经开始个端倪 在今年选举的时候 这个民众党刻意放水 让韩国瑜单选这个立法委员 种种形象显示 其实真的共产党已经介入到台湾来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这个嘶吼 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中山南路 基本上已经封了 那么既南路也都完全封了 人数是还在增加当中 其实我看博文的直播 一开始下午的时候 其实比较多一些中老年人过来 好先把位置站住 但是一下半的时候 开始学生穿制服来了 年轻人都上街头了 那甚至现场有那种大型的都要求 来这个号召就是一定要反对 上班族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来了 是的 所以这次的状况是非常激烈 你可以看到这个面孔啊 看出来就是年轻人嘛 这脸孔里面虽然只有背影 但是你看到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的面孔 而且这些年轻人大概年龄层都在落在20到30岁之间 表示年轻人真的愤怒了 这把火不会因为今天三途结束就会消失掉 这把火再继续闷烧 因为我们认为民众党跟国民党还会继续推出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不在籍投票等等 各式各样的荒谬的法案会继续进行当中 所以一定会创造当时马英九造成50万人上街头的情况 而这时间拖久之后对国民党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今天有一个人 我们必须说一句话 他是历史的罪人 就是我们说的韩国瑜 韩国瑜基本上来说 他已经违背了所谓的我们说的程序争议 他这一次敲下这一锤 证明韩国瑜亲这个所谓的亲生懒 或者是就是没有中立的特质 在这个画面出现了 可是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下 通过这个包裹四三途法案的时候 这是其他国民党的表情 好 有没有看到这些 他的表情并没有许悦 他们表情是严肃的 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 未来面对的问题更加的严肃 好 我们到底有多严肃 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大家你好奇 这个法案到底侵害了什么样的权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隐私权 隐私权今天不是立法院 叫你公布就可以公布 再来信号将来公司法要改了 独立董事的问题要改了 那么这个所有隐私权 包括宪法隐私权都要改变 你说会牵连到其他的法案 对 公司法 因为公司法里面 独立董事会针对自己隐私部分 立法不能去揭露 甚至他们内部有控管 有一些资讯必须要 像以台积电而言 主要的资讯都在他们的 中央的手上 讲白一点 连你带影印紙出去的时候 感应器都会侦测到 这是台积电 那我们事实上 现在所有办公司厂商 都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们对很多隐私部分 都有明文规定 而这个在公司法里面 就尊重董事会 以及监察人 影响层面真的超乎大家想象 对 连公司法你都要改变了 但是其中最夸张的部分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隐私法 隐私法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 人们对于个人资料 是有自主控制的权利 但这次立法院说 你没有自主权利 我要你交什么资料 就要交什么资料 那包含揭露个人资料 以及各种范围 在何时 何种方式 向何人揭露权提权 都是有我的 所以你不能说 今天叫我到立法院 我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要交出资料 违宪 违宪 违反人权 违宪 好 那违反人权 是另外一个法案 这个违反人权这部分 因为立法院跟司法权 是独立的 这个在不认识五权或三权 他们彼此互相不能有 彼此的这个 这个有非常清楚 所以国民党 一直说一句话说 他的立法权要揭蔽 要这个贪腐 对不起 这不是立法权 这是司法权 他们最喜欢讲的高端 高端已经有64案 送到法院里面 全部不起诉 所以证明也是 法院是有办法 去调查资料的 所以立法权 不能侵害司法权 这一次的这个 蓝白子会说 民进党怕什么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你不能因为说怕什么 然后就立了一个法 去违宪又侵害到人权 立法权不能罚款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只有司法权跟行政权 才能有罚款 立法权你哪里去做罚款动作 违宪 好 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关 我到底是不是可以 接受立法院的审讯 根据审计 根据审计划规定来 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 以法定程序不得拘禁 或者其他不得审问处罚 不得审问处罚 这也是我们说的 在所谓的人身自由里面的审法规定 这是审法里面规定的 所以基本上 黄国昌号称他自己是宪法专家 宪法的长城 他一定了解宪法 我们随便从网路搜寻出 就知道 这一次的三法 由韩国瑜强势通过的这三法 他违宪违法乱政 好 那我们说 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特别指出来 为什么讲 韩国瑜基本上也是帮凶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罢免他 但是这引发了高雄人愤怒 刚才这个玉川也有特别提到 重点在这个地方 傅昆吉控制韩国瑜 对 为什么 傅昆吉因为这里 这个物件 他改成档案 基本上这文字上面 物件不等于档案 理论上 当你出现这样议题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委员会 重新在委员会 把所有的这个细节部分 能够处理完之后 你才进入三堵 第二是韩国瑜用包裹的 第二件事情 这一章你们注意到 其实只有两个人签署 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是巧巧的跟韩国瑜说 你就要念过去 带过就好了 所以你今天是韩国瑜 你非常清楚知道 你立法权在什么地方 你也当过立法委员 你也知道在三省过程 当如果文字更改的时候 立刻要退回委员会 韩国瑜你为什么没有 所以你就是共犯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了 韩国瑜以前有 这个当选的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到香港中联办 韩国瑜的本质是什么 韩国瑜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心里明白 从这个情况下 他懂得什么叫做立法程序 傅昆奇叫他不要念这一段 直接念这一段 他就同意了 那么用包裹的方式来同意 那我今天非常生气的部分事情是 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突然之间 有一些肢体冲突 因为民进党真的很生气 再生医疗法 这是我们台湾生计产业 非常重要一个法案 他已经经过十年的研讨 总共是两法三案 那么结果竟然 而且这里影响到许多我们 很多人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本来我们在5月10号就会通过 我们所有的这些 包括药剂法 什么都可以立刻的做更改 那你国民党党就算了 你竟然还把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这个良法 变成是你的功劳 我觉得这夸张到一个极致 对 杰明哥 大家其实观察的面向更广 也就是说 你通过这样的扩权法案 其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其他的法律 可能要去做修改 所以可以看出 他至爱难嫌的地方 民副权怎么观察 这个法还会影响到 哪些层面 我觉得这个法 当然对全民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这个主要的权力 完全控制在所谓 现在国会多数的蓝白手中 这个什么样的 反质型的定义 是谁定义的 蓝白定义的 那你民间团体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是蓝白定义的 是那个委员会定义的 那这个所谓 社会相关人士 要不要罚款 或是怎么样 是谁 谁能够做主的 也是蓝白啊 这等于是一个国会独权 独裁法案嘛 所以今天我觉得 你敢通过这个法案 那我觉得国民党 最不要脸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感觉立委 好像大于法官 对 已经大于法官了 然后最不要脸就说 我过的都是你们民进党 以前提的法案 天哪 那你国民党变大善人了 那民进党不要的法案 你就拿来通过 民进党提的法案 都是民国91年前 这个修1993年 81年前修现前的 那种所谓 把五权并为三权的法案 那是要废掉考间 对 考间你变成一个三权 对 而且你国会上面 才有所谓的调查权 而且并且没有形式的部分 这完全是合线 那问题是你现在国会 已经大致抵戀 还是维持五权宪法 那你敢过 你还不敢承认 你还把事情 你还把这些责任 都推给民进党 对 我真的是看不起这些人 然后再来就说 我觉得这个国会 已经快要 我觉得民众党 已经快要接近这个 所谓要 要那个所谓 走入历史了 今天 离开连续四场 都是由这个所谓 金明年八起的活动 50个民间团体 对 这50个民间团体 可以连续四天 就是间歇性的动员 近万人 上这个立法院的周边 要包围这个 你就显示说 这些民间团体 还有这个议题 是多么 引起这个关注 那太阳花 当时照旧 延续出来了 就是民众党 那这个 所谓的金明年 是不是会延续 出来另外一个政党 那就取代民众党 我们正是需要一个 有社会 真正社会公民声音 出来的政党 而不是依附国民党的小蓝 那你现在这个金明年 他提出来诉求 除了前面刚才提过的 行政院复义 视线之外 他现在也要求 所谓的推动草根民主 那他就是会把这个 国会的议案 到这个所谓的 全国23个县市里头 去讲清楚 说明白 为什么我们反对这个 这个东西对未来视线 也是从草根起来的声音 也是有作用的 那这个在推行当中 无疑也可以发展一种 所谓的组织性的一个活动 然后再来 他发起了一个叫做 反国会滥权的 新北领航计划 他们要从新北开始 我就不晓得他 为什么要从新北开始 对 你有所指吗 对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当然这个是以傅昆琪这个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最想罢免的人是谁 就往上贴 所以你看傅昆琪已经贴到面目全非了 那第二个面目全非了 大概就是常常坐在我隔壁的月圆支嘛 那月圆支刚好就是这个 新北领航的对话的 这个立法委员 而且他是所谓 得票率排名在2%之内的第二名 就是领先对手只有2000票 所以我觉得就说 你们今天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敢通过这样法案 你就要面对这些民意团体 民间团体 对你们未来的这个诉求 跟这个 这个所谓 如果有罢免的话 也是一种沟通模式嘛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们各位立法委员 租公啊 国民党的 你们就好好面对人民团体解释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为什么要一上来就违反法律 做这种猥胁的立法 老实说啦 这些公民的运动 你要让这些年轻人 高中生大学生 愿意走上街头 不是那么的容易 是因为他们认为 已经侵害到他们人权 甚至会出卖他们的未来 所以他们就站出来嘛 所以这次才会说 引发这么多的公民团体 那发想出各式各样的 创意的抗议行动 这网路上现在很多什么 什么失控课金 阿公阿嬷主 主动掏腰包 让这些年轻人 什么住宿啊 交通费 还有海外的阿公阿嬷 甚至还要租下 美国什么 时代广场那什么LED墙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呢 现在这台风都是个案 个案 出来欢迎 就有人说 这样我给你赞助 要赞助这个 饭店的房间 要赞助车票 那最后有没有成型 或者是说 真正在这个 金钱上 什么物资上的这个协助 这个就是个别的案子去处理 因为它也不是一个组织化 现在就是说 在台南发车 五台车 高原发车 十台车 有人在组织 在这边上 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组织 风起云涌 这样的片力开花那样子 像今天一期 很多识别系统 就有什么胸张的 有贴纸的 什么叫青鸟 大家各凭本事 主办单位 也没有公布交话 算是怎么样 所以外交话 看哪个和平哥 外交话就是 在这交话 给它做绿色的 外交给它做台湾南雀 外有直接去 网路里来 台湾南雀的胸皮 自己带来说 这只叫做青鸟 各式各样都有 民进党就做了一大堆 像是紫飞机 做什么鸟的形状就对了 就是异常里面的 鞋嘛 就鞋 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大家各自发挥创意表达 表达大家的这一个立场的一个方式 很显然 很显然 这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公民的运动 因为没有组织 说实在 我们说这主办单位 告别要跟大家说 确定几点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的时候 去到现场你就知道了 去到现场 其实大家去到就是一个窟 对 就要了解真相 一个窟 其实在台湾南雀的人 我还会说 在台湾南雀 南雀十个差不多有九个 你都不知道 就是说真的什么明星 大家有知名度的 站起来的这个比例都不高 尤其今天拜日 上礼拜五的时候 站起来很多都会发生 他们才登记制的 就你如果说他 你去说三分钟 说几分钟 因为过来 有人冲那个 像是建车 务台车路边停的 就自己去说了嘛 也自己站到路边 开始说 就有二三十个都在听 这一种没有组织 但是有共同目标的行动 其实在台湾 其实最近很少看到 对 而且我发现 他们超会讲的 很会讲 每一个都很会讲 对很会讲 那些年轻人在讲话 有一个特色 他们都看手机 看手机 你如果说一般 政治人物起来 就是别说 就开始说了 对吧 可是在学生期 都看手机 一支一支念 你想我一校教授 学生上台报告 现在学生上台报告 都拿手机 我们早期 他都在手机 我们是这样说嘛 现在都拿手机 你就知道 这个是现在 这个比较年轻的族群 他们讲话的一个 而且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其实也没有在看手机 他直接就可以侃侃而谈 也有 他有的大部分是 什么 三年前太阳化 他可能没来过 对 这个街头的事情 他没来过 是 所以 今天这个运动 大家觉得很奇怪 说奇怪 这民进党的角色一堆 我内德哥 经常问这条 这民进党的角色一堆 对 民进党的角色就是 可以协助 协助嘛 可是民进党 不要去 那边 民进党不要炒断 拜托这些都我们专丸的 拜托这些水都我们驾呼的 拜托这些便当 都我们对一个董报出的 拜托台南来的 都我们台南市董报叫的 都没有 都不是 都没法度 没法度 因为你去那炒断 上面的公民团 你就说 你也帮忙帮忙 这就叫你们有关系 对 因为媒体都去采访了嘛 很多自发性的提供便当 咖啡饮料 就已经两三桌的时候 发言台大事就说 我们有某一个公主人员 去的时候就送水送去到 晋南教会嘛 上面都有他的什么名字就对了 整个地方撒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要求 你要送什么东西去 可以 可是不可以有你的logo 我们的政治人物 不能跟上背心 我是什么市议员 减书牌 这不行 你不能说 大炒断 说我在这里 还在台上 大共 这都不行 这就是公民团体 不要趁机去蹭 你说陈伯伟 陈伯伟不是政治人物 陈伯伟要站起来 有才能说 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因为 因为他就是一般的民众 他就是一般的民众 他要站到路边 说一大堆 他也是一般的民众 这就是一般的民众 没有民进党当共一身份的 这我们他们主要发挥 我们的部门 我们就有一些 含这条 对 好 我们看到 这整个的公民 这个行动 可以看出这些年轻人 其实对于整个的政治的形势 非常的了解 那他们也针对 这个黄国昌作为目标 说这个是逼良为昌 但是黄国昌 他说呢 这些抗议民众呢 是受到绿营假讯息的迷惑 他说已经他负责任的说明 但不晓得他是对谁说明 黄菲老师 我们也看到了 国内近百位的学者 呼吁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要退回重审 很明显这个就是完全违宪 违反人权 那我们也看到 这整个的过程 现在可能民众也期待 绿营民进党可以做些什么 包括什么提出复议事件 甚至总统 是不是也可以不公布这个法律 我不需要说 这一百位学者 赶在这时候站出来 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这表示说 你们就是站在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对立面 这里面的老师 他未来他的科技部的案子 就给谁审不知道哦 搞不好是支持国民党的哦 你反国民党不跟你过 或者你是助理教授 你要升副教授 或者你副教授要升郑教授 你是匿名审查 不晓得给谁审啊 哎呦 你是反讨厌民众党的 我就给你 就不让你过啊 你的著作再好 我就跟鸡蛋里挑骨头啊 对不对 这很容易哦 所以说 其实这些学者是 拿自己的学术的前途 来做一个赌注 但他们因为 看到国民党 跟民众党这样的倒行逆施 违宪违法 他们必须要站出来 他们是拿自己的学术的生命 来做一个牺牲 这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勇气 对 这要有勇气 对啊 所以你知道 你那个助理教授 如果没有升等副教授 你会受到检讨的 你很多的权益都受到影响的 你不能在学校外面兼课 所以那个是影响很巨大的 他们为什么这个站出来 今天晚上 我们现在现场 对不对 对 我们的录影前 夫婚旗 自得意满 哈哈 这个法案通过啦 无法通过啦 他正式宣布 要成立在野党的特征组 可能明天就招牌做好了 在野国民党特征组 民众党特征组 放在国民党党团 还要举行揭牌仪式 请党主席朱约伦来检查 正式成立 然后每一个国民党立委 去制作战术背心 特征组 组长傅坤奇 吓死人了 是这样子吗 要开始办案啦 办案了 要开始调查啦 要开始约谈啦 施设刑堂 开始征讯啦 要开始罚款啦 这样子搞耶 到时候是不是还要配合 配合检调人员去搜索啊 好可怕 我比较要讲 傅坤奇 你是有前科的人耶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只一坑生人 但你对台湾的社会的形象 是有争议的 2011年你伪造文书 因为你假离婚 被判刑六个月 2018年9月 你因为违反证交法 你这个炒股票被判刑八个月定验哦 2020年5月你又在炒股 又被判刑两年十个月 大家都知道华融案 他总共被判刑的两年24个月 等于是四年定验 这定验哦 这不是确定哦 你今天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调查权来行使 人民会不会担心 人民会不会恐惧 你会不会是假公济师 是不是跟你商业上的对象 假怨暴富 假怨暴富 竞争关系 我用这个方式 我有调查权啊 对 你是不是要找 严宽恒 找罗明才 找马文君跟你一起协同办案 协同调查呢 这是大家砍到恐惧的地方 太可怕了 但是他今天已经在开始运作了 在野党特征图 他今天已经 他今天觉得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是活在一个 时空 平行时空 他福文奇说 哎呀 你们这些学生啊 年轻人 你们是来台北 包吃包住包玩 一日游 你们是被民进党所豢养的 你们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们是民进党动员的 这个连克文哲的这样讲哦 他说这是民进党的 所谓的地下网军 是1450动员来的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这样认为 那我也没话可说 但是问题是 所以他今天才会觉得说 你们都是少数啦 我是获得主流民意支持的 我就是要蛮干 就要硬干 我就要搞特征组 黄国昌也说咯 要废除监察院 他说监察院 已经不受人民信赖了 那福文奇获得人民信赖吗 对 你们搞这个 你们搞这个 只为特征组 人民信赖吗 黄国昌已经知道了 他的这个特征组 就是已经建阅了 监察院的调查权 对 所以干脆 把你废掉了嘛 就监察院没有调查权了嘛 监察院归我们国会 完全行使嘛 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对啊 既然国会扩权了 就把监察院废掉了 对啊 反正你跟我分享监察权 我才不用 分享调查权 我才不需要嘛 所以说已经搞到这样 问题是 你国民党支持 把监察院废掉吗 这是富贵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表态啊 国民党神主牌耶 对啊 国父的五权分立耶 难道你们要 要把五权变四权吗 变三权吗 这个还要涉及修宪哦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今天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的民调 国民党的好感度 是32.9 反感度是57.3 反感度比好感多了25% 跟上个月比好感度减少3% 已经在误差范围以外了 反感度是7.6% 增加7.6% 一来一往差了10.6% 7.6%是很大的哦 为什么你上个月跟这个月 美丽岛电子报 我相信应该不是讨厌国民党吧 他做的结果就是 你国民党的厌恶值不断地提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好感度下降 谁造成的 不关起啊 因为是国民党像被副关起整个绑架 没有人敢出来讲话 没有人 这个 当然像江启臣 就是说跑去参加WHA 为什么他就等避风头嘛 因为他知道他们你们这样胡作非为 会让中间选民年轻选民跑掉嘛 那江启臣要选台中市长啊 所以他这个时候跑去欧洲申员WHA 他过去有什么时候申员过WHA 过去国民党的立场就是 参加WHA是因为你 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承认一中原则 所以你参加不了嘛 这个时候江启臣跑去了 避风头嘛 所以你看就是说 包含民众党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他的好感度是31.6 反感度是53.7 两个也差了22% 就是差距这么大 跟国民党不遑多让 跟上个月比 民进党的好感度下滑了4.8% 比国民党还多 反感度增加了6.6% 所以我必须要讲 民众党 柯文哲也在这次 因为你该愿意当小蓝 你被黄国昌绑架 你跟国民党这个横歇一气 结果你们两个党的好感度 全部都下滑 反感度都大幅增加 所以反而是民进党的好感度 增加了2.6% 所以我必须要讲 民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觉得今天傅昆琦 你这样子恶搞 还沾沾自喜 而国民党完全没有刹车盒 完全没有制和能力 让他胡作非为 就是国民党跟着 傅昆琦一起绑在一起 然后民众党 被这个同样的 被黄国昌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两个党 都已经失去的灵魂 对 傅昆琦说要成立 在野党特征组 然后黄国昌说要废掉监察院 这到底背后是一个 什么样的阴谋 要把台湾搞成什么样子 来议算用 这个真的如 这个吴宗宪所说 这个调查权对一般百姓 没有影响 没有想象的大 看起来影响非常巨大 非常大 怎么会没有大 什么叫一般百姓谁定义 他认为你有涉案 你就不是一般百姓 不然他怎么会这样说 他这里头定义 政府哦 部队哦 什么叫部队 按照将军的说法 警察是不是部队 也是 后备 后备这个团是不是部队 海巡消防都是 都是嘛 全包 那像于北城他是备翼少将 他是部队 他也是嘛 那有这一个法人 法人就是公司就叫法人 慈祭是法人 慈祭是哦 佛光山也是哦 那这些都被他框进去了 然后有团体 人民团体 人民团体只要你在各县市政府有登记 你在内政部有登记 你在教育部有登记 你只要登记完之后 你有在办活动有在每年定期什么去跟政府申报什么 什么礼监事改选会长改选也被框进去 最后一个叫社会有关系人士 这个就全部都包进去嘛 包山包海 而且整个的手是伸向的这个台湾各个角落了 那就是一般的写法叫做或其他嘛 那就是大家都是其他 要全包 对 所以 黄国昌为了说这个法其实没有 没有宣扰到他们 他其实是在告诉很多人说 你不用坚持 你都没事情只要你没有涉及币都叫你没关系 那附冠局有个在野党特征组是怎么样 更加强控制吗 还怎么样 那在野党特征组说 那在野党 在野党或者是什么 他要去针对执政党 那针对执政党的谁 针对执政党的立委 针对执政党立委 我觉得这个执政党的立委啊 他上次选举的政治现金有问题 那怎么A公司会捐10万给他 B公司捐20万给他 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不当的利益 那我就成立一个所谓特征组 我专门查你们这几个家伙 那我专门查你们 可以吧 我觉得这是B案啊 我觉得这是B案啊 他认为B案就可以 对啊 就是立法院的这个委员会嘛 决定他是B案嘛 哇 那这意料呢 关政治现金的 有关的也有事情 没关的也有事情 不得了了 对那怎么会说没有想象中的大呢 所以在骗人 当然是骗人啊 而且你问他说 吴忠仙一天 人家问他什么叫反咨询 什么 他说人家通过再跟你讲 现在通过来 吴忠仙来 现在通过来 说一下 对 他搞不好改口说 通过以后要有什么 判例 有判例在跟你讲 那谁当倒霉鬼 谁当倒霉鬼 那个人的那个状况就叫判例 可以这样吗 对 我想这个事情 接下来的这一个后面的施行 因为我跟他说不计的 什么档案 什么会的问题 连罚款的问题都出现了 嗯 他写说 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 前面没有写新台币 嗯 刚才不是银元吧 就是他没有写新台币 就是乘以三的意思啊 就是乘以三 他那个元啊 对 然后这个 罚元 在讨论了 这时候他们在讲的时候都是新台币啊 嗯 都是新台币 但是他漏掉了新台币三个字啊 嗯 现在通过了 对 现在通过了要怎么办啊 所以那个 什么两万就是六万啊 对啊 行政法元的意思就是乘以三的意思 对 那可以这样买啊 然后现在要卖费也没付啊 原来是三倍 二十万是六十万 因为他没有写新台币嘛 对 对 他没有写新台币 嗯 这一种立法的瑕疵 难道一例外 他里面这么多法学博士 国民党的也很多啊 无超无比 有董事也是啊 对 什么翁晓琳也是啊 对 到底这都是呢 嗯 然后你们方国昌 嗯 方国昌不是什么 康奈娥的啊 对 康奈娥 康奈娥的也会犯这个错误啊 嗯 这样就别糟了啊 不可思议 别糟了啊 前后的条文文字用不一样 嗯 第二个少写了新台币 对 黄国昌你踹该水 为什么漏掉新台币 为什么有些写这个这个物件 有些写档案 嗯 而且这个初稿是谁写的 嗯 这个再修正动议谁写的 谁写的 黄国昌啊 黄国昌不是说最高机密 而且黄国昌有强调哦 他有跟翁晓琳对过 嗯 一个慕尼黑大学的法学博士 一个康奈娥大学的法学博士 一个德国 一个美国 这种顶尖的法学名校嘛 两个名校的博士对过 还出现这种错误 为什么 仓促啊 仓促 选要过 没有大家一起讨论的后果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那小草的部分呢 因为这次的这个青鸟行动呢 出现了小草忏悔区回头草报到处 哦 那这三百万的年轻选票到底会往 现在就是说是柯文哲刷在等吗 民政党快崩盘了嘛 因为现在哦 现在那天是有去到演讲有很多 说以前是什么小草嘛 十年前有一个黄国昌 对 那个黄国昌号召来嘛 十年后也是黄国昌号召他来嘛 对 那所以他们就去冲一个 那想要灿灰啦 那想要那个田主教里面就是说 去叫田主灿灰 说给这个神父疼 忏悔 成立一个忏悔区 是 他去叫牌子 说我以前是小草 那对不起 那怎么怎么 所以就成立这个区 那区也很老了 那区也很老了 他都自己信任 说我是小草 他会这样走过 不敢信任 人家会问你 你也是 你也是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犯错 是不是 我说不要说犯错啦 知道自己被骗了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对 不好意思 他会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我以前可能 去骗掉了嘛 骗掉了 过时 过时 经过的时候 就说你 你以前去骗掉了 过时去那看看 他也不敢表达啦 这就是年轻人嘛 他就是发言说 我以前对不对人 对不对人 那这一些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头 也是一个差距 那至于这些小草 有多少啦 你也没办法去估计啦 因为小草的面目 它是小草啦 你没办法去估计 有多少小草 这个是这一次活动 也蛮大一个特色 是的确 这次的活动 的确让外界非常的好奇 也大家在观察 未来台湾的政治版图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来瑞德哥 既然有小草参委出 而且他们觉得 还要有报道处 显然民众党当初 拿到这三百万的年轻选票 现在是有多少 跟民众党说拜拜 我们看到 对比美丽岛电子报 四月五月的民调 民众党三大本命区 二十到二十九岁 大学学历以上 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全部写崩中 黄国昌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 在他的脸书上面写下一个 今夜不谈政治 想想年轻的你 年轻的你那时候呢 心里面在想什么 各位看看年轻的黄国昌 看看年轻的黄国昌 这个黄国昌就是被我对面的 王毅川听说气哭的那个时候 他在干嘛呢 上面有个酒 酒是什么 竞选台大学生会会长的时候 他的政见 为了化解301所造成的影响 立法院仓促通过 著作权修正法 噼里啪啦李大队 这个怎么样 有的没的 说到底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当年的黄国昌 你还记得你自己的承诺 你自己的诺言 你自己的理想 你自己的报复吗 全部都忘光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最后得到什么 民意导电子报民调呢 除了做刚刚大家讲的 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呢 那么本命区大步崩盘之外呢 事实上在20到29岁的好感度 就是他的最重要最重要 369万票 柯文哲所得到的那个相关的年轻人 最重要这一区呢 减少了12.9% 反感度增加了14.8% 来回差距27.7% 大学以上学历 就是柯文哲说 如果都是大学生的话 我们就当选总统 那个他这样讲嘛 他讲的 经营主义嘛 大学以上实力好感度减少10.2% 反感度增加8.2% 来回差距18.4% 中间选民的好感度减少7.3% 好感度增加 反感度增加6.1% 来回差距13.4% 这还是还没爆发10万个人上街啊 如果这几天做的话 我相信更大 那个反感度更高 更强起来嘛 你没有发现柯文哲在改变了吗 柯文哲其实 这两天出来讲一大堆 哎呀 这个国会改革终于怎么样了 但是事实上 他开始在切割 黄国昌跟国民党 国民党也在改变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 傅康奇一个人在那边 你还怎样接牌啦 特征组接牌 你特征组接牌 你特征组接牌 特征组三个 黄金 今天去抗也没好 那没有公权力 没好就是没好 我跟你说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在台湾再讲一遍 人民最大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三遍 为什么呢 今天我在现场 听到现场都是素人 他们其实也有邀请我上台去 这个演讲打气 但是我拒绝 为什么呢 把舞台 把舞台 留给群众 留给素人 今天有一群高中生上去啊 我非常感动 其中有一位直接上去以后 一个女生说 我是北一女的高中学生 哦北一女 他直接讲北一女 事实上这几天 我都有看到北一女的学生 从第一天开始 都有站在最前面舞台的前面 从青岛东路一直到济南路 都有这个穿小绿绿 都有 是 他用没穿 我今天我给他三Q说 他说台技没穿 你这么练队有没有 但是他可以全程用台技说 我给他打破了 他说了没练队 但是他很想很想 用台技说出于所有的议员 你知道吗 他就跟他说出来 虽然说了没说 人家都会打破了 这就是台湾的希望啊 我们的武艺就是台技嘛 对吧 你也可以说原住民 客家化台技都可以 OK 我们的台技跟他们说的 马南武艺是不一样的 我说坦白的 那么包括他 包括另外一些 这个孙公啊 十佬的啦 从小高中生啊 现场看到很多啊 为什么呢 这就是台湾的希望嘛 现场有很多人 我说坦白的 我记得阿川这几天有说 哎 年轻党的厅 很久没看这些 这些年轻人 这年轻人是吧 白天哦 白天上的年纪比较多 中老年人可能在家里 是从什么 不用上 但是只到了下课下班时间的以后 啪出来都年轻人 他没双啊 你就是你三都通过了 这些年轻人就走了嘛 现场越来越多人啊 超过三四万人在现场啊 比阿波一两万人比较多啊 为什么 你以为你赢了吗 你没有赢啊 傅昆奇你把整个国民党 全赔下去了 我没客气跟你说啦 你叫傅昆奇 当然对傅昆奇来讲 哦他 我现在对吗 我现在还背去北京有没有 可能菜可以加两道 你知道吗 老公会觉得 哦呦 傅昆奇表现真好啊 你知道吗 可问题来了 你知不知道跟我们一起上节目的 国民党的这些人怎么说 实在这怎么说 他就做了一年啊 明年要把他给赶下来了 很简单啦 哦 你没有发现资深的这些国民党的立委 大家都在旁边看 嗯 他们虽然有赞成 啊问题是大家都在旁边看 你欧北部嘛 我问你这件事 你这件事 你国会扩全黑箱法案 通过了 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 嗯 没有啊 你让这年轻人还要切你国民党嘛 有民党对民党的支持者有什么好处 这里显定的 那个 那个说自己很俊俏 那个啊 黄国昌啊 黄国昌啊 今天有记者问说 你为什么不去外面面对这些群众 嗯 很多都年轻人嘛 对 以前都是支持你的小草嘛 你为什么不面对他们呢 黄国昌说 我透过直播对吧 我都跟他们讲清楚 什么时候讲清楚啦 我怎么不知道讲清楚啊 原来你黄国昌跟民党董 跟民党董 你们黄克文哲所谓的国会改革 嗯 是要把人民当作 当作可以公审的对象吗 嗯 宪法不能 所有的法律抵触宪法无效 你明 摆明了就是违宪嘛 对 你抬过法律的你不知道吗 你的你的法治观念就是我黄国昌最大 这样就是你的法治观念吗 对吧 我跟你讲啦 现在大家不是要花旗罢免 嗯 这几天 那个月人只走下来死了 对吧 他帮车啊 帮车只赢了两三千票而已 走下来死了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十几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啊 票数赢的都很少 那是因为去投票给柯文哲的这些小草 他们把你去立委去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嘛 嗯 你要知道 那时候他孙政党就知道了 孙政党就知道你民进党 你民调不贏5%以上都很危险的 是 因为有可能这些小草投给他嘛 嗯 你知道他现在要怎么做吗 怎么用 现在国民党立法委员直接修改法律 选罢法修改法律 嗯 提高门槛喔 罢免的投票不是二分之一 不是四分之一 是要提高到比他当选要多票 才能够泊免啊 哦哦哦哦 对面的三Q成博很不爽 很不爽 门槛拉那么高 很不爽 他可能被人末代的 被罢名了 为什么 我们目前为止 所有被罢名过的 明代跟县市首长 不会因为这一条改掉之后 就不被罢名 只有我会复活 所以国民党可能是在帮我修法 就是现在的规则 我不会被罢名 世间有这种人 世间有这种民意代表 世间有这种 你干脆直接修法好了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民意代表 禁止罢免 你干脆修法好了 你就没有罢免好了 你干脆修法好了 胡亏西 国民党民党 都黄国党 黄克文哲 你的黑白幕 黑箱作业 全台湾最大的国会的暴力流氓 就在立法院 是来 博位 今天其实你穿这件衣服 我觉得应该特别介绍一下 应该拉开来给大家看 也就是说 你在现场 怎么观察这些小草 他们对于整个的形势 了解的状况 这个是四叉猫 网红四叉猫 他做的衣服 这个是在上礼拜 应该是上礼拜五的时候 临时赶工出来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立法院民进党团的立委 每个人都穿这一件 这是制服 那在分析小草 小草其实就像我讲的 这些小草是不是其实是 黄国昌动员来的 这些人都是反他的嘛 对啦 我用反着讲 确实 确实 这一场就是黄国昌 跟韩国瑜动员的 那个不存在 不存在民进党动员 但我讲动员的本质是这样 傅昆祺 他说中南部的黑道会上来 他其实就是 他过去都这样子做嘛 人在批评的时候 会用过去的经验 来做这个 做整合 所以对傅昆祺来讲 什么叫动员 动员就是要花钱 请这个地方装脚里长 你帮我叫多少人 你有几台车 给一个作业费 然后这样子 比如说你 你当时你付这五百的 一个三千给你处理 这样就可能比如说十五万 你就看怎么 你要叫车三回 类似这样子 所以对他来讲 他的动员造势 他的这个 这种抗议游行场 他们是这样子动员 所以他就扭曲抹黑说 你看外面都民进党动员 我跟你讲 民进党如果有本事动员这些人 他必须要花政府财政 才有办法做到 什么意思 这些人有科技业的 有工程师 有退休 但是社会地位还不错 甚至是有曹 曹新成 这个要怎么花钱动员 有很多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 各个学校的法律系教授 这些人是你付婚期用买 买得出来的吗 有自 虽然钱不多 但时间很多的年轻学子 他们 你要他花时间 老爸要他花钱陪他 老爸花钱要叫小一只 陪我去上山下海玩一玩 那小一只想一想不要 我要在家打电脑 也就是现场那些人 不可能是骗来的 他自己花钱花时间 然后跑到那边去 那个是要怎么动员 对不对 所以当天517那一天 519那一天 民众党集结北平东路的时候 他们说没有游览车 游览车都在华山好不好 当我们都不认识台北地图了 但是这一场真的没有动员 我要说如果真的是民进党有本事 动员这么多人 今年立委选举就不会输啊 我们记得不输啊 王毅川的 王毅川的 不用在那大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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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车在那里 逛风逛跟甘霸 就当立委啦 对不对 那你要强救王毅川 我也有这个啊 我做立委 我现在也有这个啊 民进党领委都有这个啊 是他妈妈都没有送一条给我 所以这个这个是动员不来 但我还是那句话 小草的组成有两个主要成分 一个是被柯文哲洗到的 跟被黄国昌洗到的是不一样 黄国昌是精炼的纯粉 那柯文哲他至少还会演一下 什么我想是这样啊 不对的事不要做啊 对的事要大力做 柯文哲发现在修正了 没有柯文哲一直都是用这种骗术 他就是他讲的很广泛 但什么都没有解决 问他台铁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是这样 我在台北市政府 条列下来 然后一条一条把它做完 讲了半天没有内容 对啊其实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根本不了解 但是这种有没有骗到 有嘛 就是我说的三党不过半的理想状态 第三势力会左右摇摆 那你看现在这个摇摆的功能就坏掉了 他们定竿在蓝银这里嘛 好这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讲一下 异场内刚刚发生的事情 因为讲到这件衣服 我觉得今天很有创意 今天今天的工坊画面是什么 蓝银啊 蓝银今天的这个口号叫做 让阳光照进国会 所以他们每个人拿了一个太阳气球 我常讲视觉 真的不要让人家看不懂 我爬到二楼去嘛 跟那些记者助理幕僚坐在二楼看 这个蓝银的小气球 这个叫太阳 我跟你讲 我远远看到只想到两件事 第一个我想到天线宝宝 第二个我想到COVID-19 就我怎么因为那个很远嘛 这个造型拿在手上 它其实很小一个 我以为是在拿什么病毒 他们在笑黄国昌还是看 看起来像病毒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民进党的反制作为是什么 他们带垃圾袋进去 就是我这个我手上这一张 他们拿蓝色的垃圾袋 然后里面包白色的纸 上面写着垃圾 那我跟大家讲 我目睹整个制作过程 它里面都是旧的报纸 所以不用担心会发臭腐烂 或垃圾乱丢的这个现象 那很幽默 因为我连续两次 我都进去拿那个立法院的道具出来 上一次我拿气球出来 一出来就被抢光 我今天拿这个垃圾袋出来的时候 那个围观的群众跟我讲 哇 你怎么把立委架出来了 我说什么意思 他们说国昌不落地 环境才干净 他们说这个是立委本人 所以你看那个筹问值是非常的高 今天就是黄国昌 黄国昌这个冤亲债主的这个集会 所以 不过我还是要讲这个 这一次的 至少民进党在抗议 是有道理的 我最后补充一点点很快 国民党那个时候用美术 他们跟柯建民协调说 我要抗议 我要讲话 我要讨论 我要宣读 我要干嘛的 柯建民说 好那院会都给你用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绑铁链的 有说冷气没开的 然后占领了连续九次 九次院会没开 拖了一个多月 然后才没出 结果开会当天 他们还都带珠下水下去泼 民进党这次说 我们要讨论要程序要干嘛的 国民党说 闭嘴投票 这就是不民主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上街头的原因 如果还搞不懂这张图 以及外面几十万人次 出入立法院的意义的话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民意代表 再走回头路 是范老师怎么看 因为我刚才都说 今天的这些场外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有大部分 真的是被黄国昌给动员来 因为他们发现被骗嘛 那如果再来对照 美丽岛电子报 这样的一个民众党的支持度 这些他们的大学学历 是在雪邦当中 这是不是就是得到一个验证了 对我想的确就刚才是三个指标 包含中间选民 包含大学以上教育程度 包含20岁到29岁 都是呈现一个 好感度持续下滑 甚至你看20到29岁下滑到12.9很大 反感度大幅的增加 也都是双位数字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个对民众党来讲 这个叫伤筋动骨 因为你的基本盘整个溃散掉了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讲 柯文哲我隐约已经听到他的家里面 那个菜刀开始在磨刀霍霍的声音 开始在磨刀子了 准备要切割了嘛 切割 柯文哲最厉害的是什么 就切割啊 他过去八年 对不对 只要跟他理念不合人 全部都走掉了 结局处首长跟佐马登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连蔡壁如 跟他过去从台大一起奋斗努力 然后从台大这个 叶克摩的这个相关的团队 一直到柯文哲到了台北市政府 他也是一路扶持他 然后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期待 就看到柯文哲走进董统府的人 对 也因为可能是中严逆耳 或者路线不同 对不对 第一个先把他 这个先把他弄到立法院 当部分区2016年 远离这个台北市政府 然后后来 连这个部分区都没有了 然后后来呢 被拔掉 然后后来只能到台中去 现在投靠卢秀燕嘛 就是柯文哲一贯的如此 那现在就知道 他有办法跟黄国昌切割吗 当他觉得本来黄国昌 应该我是希望你来增强 我民众党的支持者 能够把你的柯粉 能把你的充粉 拿来为我所用 结果现在是适得其反吗 反效果 反效果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柯文哲要担心的是 第一个 你功高震主 你现在的网路流量 远远高于我柯文哲 你的跌阅率 对你的触及率 比我柯文哲大太多了 这叫宣兵夺主嘛 我本来是请你来当我的客人 把你做上兵 而且你变主人了 对不对 那你是反客为主 你是客人现在变主人 对 我最绝对担心 我危机感都出来了 特别是他接下来 可能面临到很多官司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监察院的约谈 他就更担心权力不稳嘛 是 就第一个 担心 对 不过这个范老师 我们先稍后 因为现在呢 民众党的林国成 因为他找国民党 谈蓝白河了 就被录到了 那问题是 民众党现在如果雪崩了 情况之下 两党真的还合得成吗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